自博的山东理工大学 据学校工作人员介绍 5月23日 学校接到被顶替者陈春秀的电话举报 随后成立了调查小组 开始初步核查 5月26日 学校派人到辽城贯县 走访调查了顶替者和被顶替者双方 我们也见到了经济上学者及其父母 孩子的父母反映了 承认当年经济别人上学的事实 但是这个事情是由其旧妈 代为办理 所以说他们具体的细节并不知情 那有没有走访过他的旧妈 他旧妈据经济上学者的父母反映 其旧妈在2004年 当孩子入学一个月左右便去世了 在调查中 顶替者陈某某给山东理工大学调查人员 写了一份说明并签名按了手印 据贯县联合调查组介绍 顶替者叫陈某某 2004年高考后改名为陈春秀 山东理工大学在了解到该情况后 立即对陈某某的学历启动了注销程序 学信网显示 注销时间为2020年6月9日 在山东理工大学的协调下 记者联系到了2004年 时任该校招生就业处处长的艾修俊 他给记者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为了先生资格审查 学校转门下法的文件 我们对先生进行了四对照 来核查先生的诊实情况 这四对照是对照专考证 录取通知署 户籍证明 以及学生本人的照片 当年呢 我们这个通过 复合 查出了三个有疑问的学生 我们最后合适 由学校效法文件 又进行了处理 艾修俊所提到的文件 是山东理工大学2004年下发的 关于做好2004级 新生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 在入学资格审查部分 明确标明 要按照中学档案 因子档案 以及本人情况进行审查 做到准考证 录取通知书 户籍证明和本人照片材料相一致 凡不一致者 要及时查明原因 做到有时有据 同时对于存在替考 冒名顶替上学等情况的学生 要及时汇总上报招生就业处 艾修俊介绍 学校当年查到了三名有问题的学生 但其中并没有陈某某 那么当年为什么没有发现 顶替者陈某某呢 在新生落学这个审查方面 目前普遍的做法是 学校发文件发通知 开会布置 然后由学院的相关专业的辅导员 进行的落学这个审查的出核工作 一般来说一个辅导员审核的是有几百人 假如说这个辅导员的工作不够细致 责任性不强的话 就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查不出来 现在呢我们也在进行反思 一个是从我们的审查的机制上进行反思 建立比较完成的机制 确保呢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同时呢也在加大审核力度 都增加人手 最后呢在审查的过程中呢形成闭缓 目前贯线联合调查组正在对陈某某 是如何取得被顶替者的录取通知书进行调查 山东理工大学已启动了对当年陈某某入学资格 审查过程和审查不严问题的调查 将根据贯线联合调查组的调查结果 对相关涉事人员做出严肃处理